人献贡物为平安祭 若是从牛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是母的 必用没有残疾的 献在耶和华面前 他要按手在贡物的头上 在会幕门口宰了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 把火祭献给耶和华 也要把盖内脏的枝油 和内脏上所有的枝油 及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和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盖取下 亚伦的子孙 要把这些在坛的梵祭上烧 就是在烧着的柴上 是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人向耶和华献贡物为平安祭 若是从羊群中献 无论是公的是母的 必须用没有残疾的 若献一只羊羔为贡物 必要献在耶和华面前 并要按手在贡物的头上 在会幕前宰了 亚伦的子孙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从平安祭中 把火祭献给耶和华 其中的枝油和整肥尾巴 都要在靠近几股处取下 并要把盖内脏的枝油 和内脏上所有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挤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是献给耶和华 为食物的火祭 人的贡物 若是山羊 必要献在耶和华面前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 在会幕前宰了 亚伦的子孙 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又把盖内脏的枝油 和内脏上所有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挤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作为新香火祭的食物 枝油都是耶和华的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汁油和血都不可吃 这要成为你们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